用保冷袋装现金甚至用假钞诱骗投资等 刑事局与各县市警方近期陆区破获多起诈骗集团 增破诈欺机房及水房据点等 显示诈骗集团收法日性月异 已经不只是治安问题 到刑事警察局视察警方打击诈骗犯罪成果 并颁奖表扬有功人员 内政部长林有昌表示 打诈不只是警方的责任 未来将结合内政部民政设政单位深入社区 甚至应该如同反毒一样 让反诈骗观念进入校园 从源头进行预防全面加大打诈力度 包括我们的金融单位 法务单位 甚至是包括我们的民政跟设政的单位 未来都应该形成一个联合打击的队伍 也就是不只是在末端的一个茶器 在前端的一个宣导 我们必须要深入我们社会的各个灵力 所以我们宣导的工作也不只是我们警察同仁的工作 未来包括我们内政部所辖管的民政的系统 设政的系统 以及其他能够深入到社区 让更多民众能够了解最新的诈欺的样态 然后来在最原土的地方 来防止诈欺案件的一个发生 甚至我也在日前跟我们教育部的潘部长来一起商讨 我们未来反诈骗将会像反毒一样 我们也要深入校园 诈骗集团甚至还有交战守则 教导成员规避刑责 更利用年轻人犯罪侵判的特点 招揽诱骗年轻人加入 民众昌表示这已经成为国安问题 因此针对这个状况 法务部已经在延离修法 希望提高刑责 是一个非常缜密 而且是智慧化的一种犯罪 所以是一种新的一个形态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目前的法律的确是有漏洞 法部目前也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个修法的一个动作 希望能够将相关的一个刑责把它提升 另外也把法律的一个漏洞 尽速的把它明布起来 那我也要在这边特别提到 刚刚在讲诈骗不只是这么单纯 更重要的是它制造的社会的一个不安 还有社会彼此之间的一个不幸的 所以为责成我们警政署 以及所有各县市的警察同仁 对于诈骗的案件 我们一定要重视 因为对老百姓来讲 他关心的不只是我们的破案率 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财产上面的一个损失 刑事局方面表示 从去年7月定班打炸行动刚领后 到今年1月底 共查获诈骗集团1077件 逮捕1024名嫌犯 查后不发所得高达19亿多元 因此除了启动打炸国家队 以霹雳手段严打诈骗犯罪外 警方也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强化自我防炸意识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